以鱼之名探索发现 大家好,我是荒野雄西 五大连池由1720年的火山奔发 熔岩流阻断河流形成的五个艳丝湖 也由此形成了鱼类的天然宝库 让河中脆弱的鱼类在湖中得以继续繁衍 我曾在湖中钓过鲫鱼,鲫鱼,莲庸等 这里的水质极好 鱼的肉质紧致嫩滑 湖中原生的狗鱼,奥滑大白鱼 甚至还有稀有的植若龟 这一次我为狗鱼而来 下集在湖里钓狗鱼的冷水鱼 不能在广阔的湖中选择标点 狗鱼洗凉 要寻找溪流或地下全眼喷涌处 而这样的标点也很难到达 要时刻地方草荡下机身的火山裂缝 这样的溪口也是草鱼最喜欢的地方 悄悄地进来 你可以看到成群的草鱼啃尸草 这里的狗鱼存量已经很小 鱼民也很少见到 所以钓狗鱼需要耐心和时间 这一次我用了两天的时间 探索了无处吸口 终于钓获了一条无大连吃狗鱼 很多人问我 你这样钓为了什么 我想说 探索未知是人类的笨蛋 如果通过的鱼竿 带你了解到了未知自然环境中的鱼类 哪怕是唤醒了一点点环境保护意识 也是我的价值 这是我一生的追求 你可以说假高尚 但我绝对真实